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 赛这个软件的上色流程 说实话赛的界面并不复杂 工具们都整齐简洁的摆放着 但每次开始上色的时候 都试试 稀试试 每次画图都画不完整 还要怪找不到合适的图层效果和画笔 一脸茫然之后 删除文件 但问题不大 今天就来看一看赛的上色公式 让你们学会这次一定 首先画图当然需要一张草稿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件草稿工具 然后一件工线 一件固有色 最后我们掏出一件上色戏画 这样就画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 好吧 并没有一件上色这种好东西 回到正题 在我们进行了固有色填色之后 我们需要面对第一个问题 那就是画暗面 还是画亮面 画暗面顾名思义 就是将固有色都选择较亮的颜色 然后把因为受光产生暗面和投影的部分 用更暗的颜色画出来 相反的画亮的方式则是 先整体压暗 然后把受光的部分画亮 今天我们先来讲讲画暗的方式 铺底色这个过程就不用讲了吧 记得每个色块都要新建单独涂层铺底色哦 首先我们需要确定受光方向 这里我定的是左上来光 再思考一下整体的色调 我希望它是亮暖暗冷 所以用喷枪工具在暗部 整体的轻轻扫了一下 蓝紫色 这时候我们开始从脸和皮肤画起 阴影的部分选用正片叠底涂层 用原有的肤色直接画 这里要注意切记 不要把投影画得特别的散 尽量让它们连接在一起 缩小画布去看才不会太碎 为了增强大家的观影感受呢 我选择现在先把眼睛细化一下 当然了也可以留着后面慢慢画 二次元的眼睛其实是很简单的一步 几乎是公式化的步骤 只要把暗面亮面高光这些必须得画的都画上就好 还有根据自己的喜好 把点缀的要素加上即可 接下来呢开始画头发的部分 选用正片叠底把暗面和投影画上去 这里呢还需要知道一些提高精度的操作 叫做去线 线条的存在意义是找准形态和表达体积 但是当我们已经把阴影画上去之后 有些线条的存在就显得有些多余了 我们可以一边上阴影 一边把不需要的线条擦掉 这样逐渐的用色块去代替原本死死的线条 完成度也会变高哦 再到画大片的头发 我们可以用套索工具 快捷键是L了 先圈圈出需要上阴影的部分 然后Alt加Delete把颜色直接填充上去 再放大画布逐渐的去优化阴影的形状 这样会比用画笔慢慢的去画效率快很多 这个部分往往是需要耐心的 不断的重复填色 去线和优化阴影的形状 画完之后我们可以把头影涂层锁定透明度 换成喷枪工具 选择紫色蓝色 在难以受光的部分喷一些些上去 在离受光面附近的阴影 则是用粉色黄色去营造冷暖对比和通透的感觉 现在我们已经把脸和头发的阴影都画完了 接下来就是最难顶 最想直接删除文件的时候了 需要重复刚才的操作 把其他色块都画上阴影和暗面 接下来我们来丰富一下明暗交界线 在画之前我先来考考大家 看一看可爱小初音的头发 因为受光产生了暗面和阴影 那么明暗交界线是A还是B呢 正确答案是A哦 B的部分其实是头影 和明暗交界线相反 需要保持干净清晰才行 同学们啊 注意分清不要混淆哦 丰富明暗交界线方式很简单 选择亮面和暗面中间的颜色 画在明暗交界线处 例如这个小初音 亮面是绿色 暗面偏蓝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色环 去选择中间合适的颜色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变 但是在每一处都画上之后 缩小画不观察 所有的体积看上去都会更加的圆润顺畅 最后呢 我们把不光的这一部分画出来 顺着体积去画就可以了 为了让效果更加明显 先用了白色去画 后续呢 都换成了亮黄色 原因呢 是为了看起来更加合理 颜色也会更加的丰富 和阴影的部分一样 尽量让它们连接在一起 成为一个整体的块面 还是用头发的部分举例啊 画完了这些曝光的部分 我们可以复制一次这样的涂层 靠下的一层 用濾镜中的高丝模糊 适当的模糊一下 这样曝光的部分 就会短的一下亮起来了 变得咯啦咯啦 咚咚咚咚起来了呢 模糊之后呢 可以用锁定涂层 更换模糊后的颜色 这里呢 我用的是亮橙色 就会有淡淡的 散发着阳光的感觉了 用同样的方法 把其他部分的曝光部分都画上吧 到这一步 人物已经基本化完了 背景的话 我们可以去参照一下照片去画 因为主体是人物 所以简单的表达了一下明暗色块 之后用高丝模糊去虚化一下 精度就足够了 好啦那本期的视频 最后再来回购一下上次的步骤哦 确定好固有色之后 先思考寿光方向和整体的色调 然后画上阴影 这一步需要曲线和细化阴影的形状 然后丰富明暗加剂线 最后我们再把曝光的部分 画上去就好了 三 本次视频就到这里了 是不是已经学会了这次一定呢 快把学费一键三连交上来吧 大家下期再见 救命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